其实基本上在台湾这附近云层是比较多的 尤其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南海这个区域 还是有低压阵在发展当中 我们预计它未来会逐渐的北上 那它所带来的云系还是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所以台湾基本上这几天还是比较不稳定的环境 今天主要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整体来讲台湾附近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 首先我们先从雷达回波图来看一下台湾附近的环境 主要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西南风带来是比较暖湿的空气 所以今天早上说过只要有一点点的对流机制 基本上就可以让它长起来 所以它逐渐的会移向陆地 那所以今天在中南部地区持续是有比较明显的降游 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受到午后热对流作用的影响 其实今天在北北基地区也是有明显对流的 那所以今天特报的区域我们来关心一下 主要是在中南部地区还是持续有豪带雨特报 那早上的区域都没有改变 在南高平还是豪雨特报 但是受到午后热对流的影响 台中以北的山区 那另外包含北北基地区 宜兰地区 还有花莲地区以及台东地区也是有豪带雨特报了 提醒这些区域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留意 那今天主要的降雨的话 首先我们先从今天零时一直到目前为止的累积雨量图来看 主要降雨还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 受到午后热对流的影响也是有明显的降雨 今天下午在台北以及新北市都降下了100毫米以上的雨量 未来这一波降雨发展的趋势 首先我们先从卫星云图来看 其实基本上在台湾这附近云层是比较多的 尤其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南海这个区域 还是有低压阵在发展当中 我们预计它未来会逐渐的北上 那它所带来的云气还是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所以台湾基本上这几天还是比较不稳定的环境 那我们从未来的降雨趋势就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下午还是持续会有强对流 从海上移入到陆地 所以还是会有强降雨 但是到晚上之后 整体来讲降雨的趋势是趋缓的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整体的降雨的范围 以及降雨的量值都有减小下来 如果这样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话 那气象局将在五点的时候回复到一般作业 所以我们下节目中将在互相比较不够的 我们下节目中将在 Rotterdam 后面中将在互相比较不够的 然后再次进入�築立资牧车 最后出货场 最后不要那么胆一顿 最后出货场的前qua 从柠个公司 最后终的影响 权利摆的 最后这种设立资勿 reflected